金牛就會有點笨拙 金牛座的害羞就是 不要啦 旁邊的人是真心的會認為你不要 提到很難談戀愛的星座 金牛女往往榜上有名 為什麼 金牛座不是長得很好看嗎 澳大利赫本可是你們的星座呀 到底為什麼 我們來好好了解一下 金牛座的女生 你們得承認你們 沒有女人味 你們長得很漂亮 這是一定的 通常你們的外表非常吸引男生 但是因為你們也很勇於做自己 所以講話就開始大聲起來了 不用別麥 操場的對岸也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而且你們非常的爽直 有話直說 也很難商量 勇於反駁對方的意見 所以囉 男生認識你沒多久 就看完了 第二點 很難聊天 你對於忽然衝過來跟你聊天的人 你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你看 這樣就篩選掉了 後勁很強的對象 也許他一開始並不吸引你 但是聊著聊著 你會覺得他很有趣也不一定啊 所以有時候應該要稍微開放一下自己 也許互相留個電話 看不到人的情況下就很好聊天囉 第三 你超級低調 金牛座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第一眼很吸引人 但是久而久之 男生就會覺得你就是這樣了 然後對你就不會產生了太多的一個關注力 因此就算你聚會中半途離席 可能男生也不會發現喔 這一點就是會讓你少了很多競爭力 再來你想要桃花 你就要露出想要桃花的樣子 或者是不要太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就算你不想單身 但你也沒有辦法很容易喜歡一個人 而且經過幾次失戀 就越來越難喜歡上對方 所以經驗越多障礙就越多 這是金牛座越來越不活躍的原因喔 你太有想法 對於你覺得很好的事情 你是不會讓步的 比如說你喜歡的食物 就算對方說這樣不健康 我們要走健康路線喔 你知道他在關心你 但是你也不想妥協 這就很難溝通囉 我覺得如果你是屬於 穿著打扮非常有風格的金牛座 我必須這麼說 我同意你很有品味 但是約會這件事情 如果你穿得太自我 比如說你堅持要爆炸頭 你堅持要阿狗狗 那通常也會使你的約會之路 可能有一點障礙 上演法還是挺重要的喔 所以約會服裝請交給專家打理囉 金牛 我覺得摩羯它是會用它的方法去促進一段感情 金牛就會有點 笨拙 不知所措 然後就 待在當下 而且如果旁邊的人去推動的話 如果不是金牛座要了 金牛座還會生氣 自己又把自己的頭髮給阻斷了也不一定 而且金牛座的害羞就是 不要啦 就是用一種非常大聲的感覺 旁邊的人是真心的會認為你不要喔 我們本來要幫你就不幫你囉 你自己要想清楚喔 所以你明明在撒嬌說不要啦 就請向個撒嬌的樣子 不要啦 那就是 有才華 有才華才會讓金牛座的女生 眼睛一亮 然後他會在有才華的人身上 找到他會喜歡的跟你外表有關的點 金牛座覺得他們是外貌協會的 我之前曾經聽過一個金牛座女生 他喜歡上人的條件是 對方戴著粗狂眼鏡的樣子好可愛 所以他每次都喜歡上粗狂眼鏡的男孩 我說那不是粗狂眼鏡的男孩 粗狂眼鏡是粗狂眼鏡啊 任何人戴上粗狂眼鏡你都喜歡嗎 他說好像是這樣 第二你可以沉默寡言 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絕對不能油條 金牛座女生超級討厭油條的人 有一點沉默可以接受 因為金牛座會覺得這樣的人是老實的 這樣才有安全感 所以甜言蜜語 第三個 要有肩膀 有擔當 因為金牛座女生自己覺得自己很有肩膀 很有擔當 他都可以做到了 你怎麼可以做不到呢 所以如果你很怕事 或者是你很愛哭 愛撒嬌 這反而對他來說會覺得好恐怖喔 到底誰是女生 第四呢 在經濟能力方面 我不覺得金牛座一定要看錢喔 我剛剛說了 他們是會被感覺擊中 所以錢不重要 但是你不能小氣 如果你錢不多 但是都會用在這段關係上 或家人的身上 對金牛座來說 這樣不浮誇的表現 是務實的也是可靠的 好啦 最終呢我就要跟金牛座女生說 感情是兩個人的關係 兩個人的關係 就要重視另外一個人的意見 就要重視另外一個人的存在 所以金牛座 如果你想要走進一段關係 你就不能太做自己了 你要空出一半的空隙 讓對方走進你的生命裡 容許他來改變你 你也很樂於為他改變 這樣這段關係才能夠圓滿 你的桃花運才會真的來喔 我想要知道一下金牛 金牛男的性能力 或是對性的態度 我覺得金牛男一定是非常喜歡性的 但是性能力怎麼樣 我就不敢打包丁 嗨 金牛同學 生日快樂 在這個金牛月 我們就來聊聊 跟金牛有關的話題了 金牛座 頑固 燜騷 忽冷忽熱 最讓人頭痛的不外乎就是 你到底有沒有喜歡我 我都看不出來 首先我必須說 金牛男如果喜歡一個人 是最難察覺的 他不會衝到你的面前 直接告訴你我喜歡你 你只會默默地發現 他好像常常來找你講話 如果你問他 你喜歡我嗎 他立刻就會嚇得奪你遠遠的 所以千千萬萬不可以見光 性極的人不適合跟金牛男曖昧 金牛男如果要愛戀你 他可以用年來計算 所以咯 他是非常好的大人哥 如果他有一點忽冷忽熱 這其實很正常 因為金牛座如果他非常的熱 我覺得這才是要擔心的地方 非常的熱代表他只想佔有你 佔有了之後 也許他就不在乎了 這是花心的表現 但是忽冷忽熱 嘴上對你沒有興趣 可是你有事情他就馬上說 我要跟 我要湊隊 這其實代表他已經被你給抓住了 如果這個金牛男會跟你主動 報備他的行蹤 恭喜你 你已經辱獲他的心了 因為他們平常是很滿地跟別人報備的 還有如果一個金牛男跟你聊起前任 那我也要恭喜你 因為他沒事不會跟人家聊前任 一定是他已經很想讓你多了解他了 他希望你知道他的原則 他的做人 還有他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才會跟你聊這些 如果你們交往到中期 你開始覺得他說話很難聽 那我也要恭喜你 因為他覺得熟了 我們就要講大白話 已讀不回 超久以後才會放棄吧 如果他對你很禮貌 講話很好聽 都講場面話 沒譜 如果一個金牛會跟你計較金錢的話 老實說 大家都說金牛做很小氣 我要幫金牛做平反 金牛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 或自己喜歡的人身上 他花錢是絕對不小氣的 所以如果他會跟你計較金錢 你就知道你們之間還有一些距離 我找過一個金牛回來 我覺得他第一次送我的那個生日禮物 是一部分的威脅 是的 如果你發現你的價值觀是 你覺得相處起來 那種品味啊 享受生活的感覺還是挺重要的 那麼這個太務實的 每一分錢要花在刀口上的 就不是每一分錢 因為你改變不了他 你只能為他改變你自己 總而言之 要跟一個金牛男交往 除了你要有耐心的等待以外呢 你還要有很犀利的觀察能力喔 所以不太能夠只是一種小女孩的夢幻 覺得應該要 你喜歡我 你就應該呵護我 金牛男友自己的步調 他不是跟著你的步調走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個穩定的感情 有時候先當朋友一陣子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因為金牛可以 最後呢 我要來奉上金牛座的幾大金具 愛情是奢侈品 麵包是必須品 所以總有一天 愛情一定會輸給你麵包 愛情來臨之前 我有權力保持堅默 所以不要跟她 穩定的愛情可以完美我的人生 所以金牛座的愛情不是驚超駭浪 金牛座的愛情是平平穩穩 長長久久 祝你lucky喔 今天就來講星座的三巨頭 太陽 上升跟月亮星座 上升星座它就像包裝過後的我們自己 上升獅子的人很可能他就有獅子的氣勢 比如說頭髮是卷的 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大 那上升是處女的人很可能也會稍微瘦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容易緊張或者是非常的樂於活動 所以可能就有上升處女的感覺 而上升雙子的人很可能就有滴溜溜的雙眼 很好奇的樣子 而上升巨蟹的人很可能就會非常的貼心 因為他們是屬於感知敏感度很高的上升星座 上升星座往往會更over的去演出那個星座的特質 上升在白羊星座的人可能有時候表現得更像白羊座唷 可能也比別人更有領導的魅力 而太陽牡羊的人有時候還不見得這麼自信 所以為什麼猜星座有時候會猜不準 那是因為我們剛認識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上升星座 關於上升還有一個迷思 那就是很多人會說 上升是不是我們30歲以後的樣子呢 在我看來這個說法並不需要抹殺它 因為30歲的確是人生的一個關卡 我們的人生邁向了下一個階段 所以當你選擇你要好好地扮演你的上升星座 那麼上升星座的力量就會越來越強大 而且上升星座還決定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第一 你出生時候的狀態 所以如果上升星座的度數上有某一顆星 有時候你也可以告訴他說 你出生的時候是不是難產呢 那就是有土星或有天王星或有火星的時候 他很可能就會很訝異地說你怎麼會知道 由於上升星座是如此重要 它也是我們決定了自己航道的一個方式 所以為什麼運勢除了看太陽也要看上升 就是這個原因囉 太陽星座是本質的我們自己 所以人跟人之間只要相處得夠久 你就會慢慢地從他身上看到了 他太陽星座的特質了 比如說他非常的霸氣 或他非常的厲害 但是相處久了 這個人是天秤座的 你一定能夠看到猶豫不決跟選擇困難症 那如果對方是一個天蠍座的話 你應該能夠看到他很容易受傷 或者是他永遠難以忘懷那些不公不義事情的模樣 所以太陽星座的本質也是我們的先天配備 為什麼我們經常在太陽星座上著力 然後鼓勵大家開發自己的潛能 就是因為你有這個星座的各種配備 你到底發現了沒有 還是你只拿它的缺點來用呢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所以當我們慢慢地懂了自己的太陽星座 你就知道原來天蠍座的復仇 是為了讓你從這個谷底往上爬的一個力量 不是要你真的去復仇 你為了想達成復仇這個願望 而強化了自己 所以星座的能量 關鍵字 有時候要看你怎麼看待它喔 不要被這個關鍵字給困住 比如說說到處女座就是龜毛 潔癖 然後總覺得這個特色好像在人際關係上會造成影響 那你怎麼不想想看 龜毛跟潔癖是一個人能夠在精緻化的路上 越來越好的一種強化的能力呢 你是不是就比別人更仔細 你是不是就比別人更貼心 你是不是就比別人更能夠找出錯誤 所以每個人看待自己的太陽星座 永遠要用心力除臂的角度來看待它 那我相信你就能夠活出太陽星座的風采了 月亮星座是一個跟親密關係非常有關的星座 所以你要跟一個人交往相處 如果你們只是戀愛打情罵俏做朋友 那麼知道太陽知道上升也就夠了 可是如果你們要生活在一起 同在一個屋簷下 或者你們要結婚 月亮星座就務必要深深的了解喔 因為那個是死底下最內在的自己了 所以咯可能一個太陽星座讓它文質彬彬 上升星座也讓它非常保守的人 很可能在開車的時候會有露怒症 然後一看原來月亮星座挺衝動的 當兩個人要結婚要生活在一起 你們的太陽跟月亮的相位 如果是同星座的話那是非常好的 第一加偶就是月亮同星座 你月亮天蝎它也月亮天蝎 你月亮水瓶它也月亮水瓶 你月亮摩羯它也月亮摩羯 那麼你們真是天作之和 第二相配就是太陽跟月亮是符合的 那也代表你們有莫大的吸引力 你們從對方的身上看到跟自己很同性質 很能夠一加一大於二的某種特質 所以你們的緣分就會非常的深 有時候兩個人已經在一起了 我們再來看星庭配置會相當的驚喜 因為雲雲眾生 你的一生當中可能認識過幾千人幾萬人 為什麼你獨鍾於它呢 太陽月亮的吸引力是不可小看的 那當然對沖也會非常有緣分 但是對沖是代表你們是走互補路線 也就是你們非常不同 那有時候這會造成怨口 如果你們不能理解這叫互補 可能就會有點埋怨 為什麼你跟我如此的不同 可是如果你們認為這是互補的話 就會非常的好了 月亮星座的重要性在於 它往往不是以一種非常明顯 好像太陽星座上升星座的方式來影響我們 可是在你年歲見長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月亮星座對你的幫助 或對你的妨礙 它很可能造成你的情緒障礙 它也很可能造成你的格外固執 你當你自覺到你有某一種成分是你所不了解的 那這個部分就不妨從月亮星座去尋找 今天這個小小的科普 只是讓大家認識自己星盤的第一步 下次你再遇到跟你同星座 可是卻覺得他南緣北側的人 就不妨問問他 上升星座跟月亮星座在哪裡 互作比較應該很有趣味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嘗試 或占星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